大家好,我是Den 5月13日,女团ESPA公开了正规第一张专辑的双主打歌之一 Shiponova Shiponova的NB目前已超过1200万的观看次数 一举进入了Pox时事一位 Melon Top 100第17位 QQ音乐数字专辑销量排行榜的首位 日本本土平台AWA 时事急速上升排行榜中占据首位等 获得了非常高的人气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ESPA新曲Shiponova 韩国网友们的真实反应 我真的超喜欢 歌曲很有趣 感觉会一直听下去 像是某种游戏或动漫里 反派登场时会出现的背景音乐 好喜欢 真的很洗脑 有点疯狂的感觉 歌曲很奇妙 看MV也很有趣 说实话 就算听了很多遍 也不太确定这首歌本身是否真的好听 但如果说有什么好的地方 那就是它与任何人都不相似 这点很好 当然这种本来就是SM的风格 真的很特别可可 歌曲有点难懂 所以还不太知道好不好 但是MV很有趣 感觉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我真的很喜欢ESPA 并且支持他们 但这首歌没有什么让人记得住的地方 只能说是成员们的脸蛋挽救了一切 应该要推SPICY风格 要不干脆再回到狂压那样的风格 当大家都在呼喊Y2K 并回归那个时代时 ESPA却在描绘未来 让我非常喜欢 非常洗脑 很有ESPA的感觉 说实话 不是一听就非常喜欢 但是SM真的很好地展现了K-POP的多阳心 和音乐的丰富多彩 非常高级 不会感到厌倦 也不俗气 虽然不是非常大众化 但音乐就应该拥有这样广阔的范畴 所以对于ESPA的新曲 Supernova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下一个消息是 在韩国也收到很高人气的台湾电影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将由B1A PODOCHINION 和TWICE的TAIAN翻拍韩国版本 5月13号 根据一家媒体的采访 台湾电影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将在韩国进行翻拍 主演将是TWICE的TAIAN 和B1A PODOCHINION 在这次的韩国翻拍版 TWICE的TAIAN 将饰演受人尊敬的模范生Sona 也就是沈嘉怡 而B1A PODOCHINION 则饰演最终爱上Sona的Chino 也就是柯敬腾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啊 这是我最爱的台湾电影 起娘演技很好 但TAIAN因为没有作品不清楚 感觉跟原角色不是很大 两个人的默契也不太清楚 男主角看起来很适合 但是TAIAN扮演模范生的角色 似乎长得太活泼了 不过还是很期待 看团宗的话 TAIAN比想象的演技还要好 感觉会很适合 看他连续有出演电影的消息 应该是在夜间 某种程度上被认可了吧 所以TAIAN起娘版本的那些年 我也追过的女孩 哦 不是 那些年我们一起追的女孩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最后我们来看一个好消息 5月14号 多家媒体报道了 歌手Elly和苏罗吉尤的缺细婚 以结婚为前提 正在交往的消息 对此Elly的Social公司也表示 Elly的恋人确实是缺细婚 在今年3月 Elly曾在SNS透露过 目前在以结婚为前提 和圈外企业家男友正在交往 而这位男友正式参加 SoloGiuk的缺细婚 在两个人的恋情公开后 缺细婚过去发布的贴文 也重新收到了关注 去年10月 缺细婚在Elly发布了 去看了我的本命 Elly的演唱会 还和我爱的人们 度过了快乐的生日 并上传了与Elly的合照 我们来看一下 香港网友们的反应 恭喜恭喜 缺细婚很亲切的 两个人很相配 这是什么组合啊 真的完全没料到的组合 姐姐一定要幸福 希望Elly一定要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